接续来掌握是现在香港的疫情又开始反弹了 在其中香港的议员何俊贤确诊的消息传出来 也受到一些极大的关注 因为他6月30号曾经跟习近平有近距离的合照过 画面可以看到何俊贤在合照中 他是站在习近平的后面只隔了一个人 不过何俊贤也表示他当天的检测是阴性的 1号检测出极低的传染力的低病毒样本 所以没有出席庆祝活动 而在3号香港当天有新增1828例的确诊 其中1600多例是本土个案 怀疑是BA.4或BA.5的病例 而则是有28例 目前他们的确诊数这5天以来第一次回到2000例以下 不过香港的卫生署则说确诊数下降可能跟台风有关 检测数量有点减少 所以这个病例数才会下降 中国大陆日前有发布新版的防控方案逐步要开放国境 而至少对于125个国家有松绑 不过中国大陆内部的疫情也有反弹的现象 像是安徽跟江苏 以及像是香港最近有新增的案例 但是找不到源头 就连澳门也发生首次出现两人死亡 疫情蔓延两年半以来大陆首次大规模放宽入境限制 至今包括英国 德国 澳洲 日本等120个国家 入境大陆都获得松绑 除了隔离由14加7所短为7加3 也不再指定检测机构等等取消和简化多项手续 预料将会提升旅客出行意愿 不过大陆内部和港澳疫情却有反弹的迹象 安徽连续超过百例确诊 江苏无息通告市民非必要不离席 而香港新增近两千例 二十八宗疑似是BA4和BA5的个案 澳门首次出现两死 疫情仍然严峻 国际间防疫措施陆续放宽 澳洲政府宣布六号起取消外国旅客入境的疫苗接种要求 所有持合法签证者都能前往澳洲 博法国第七波的疫情来势汹汹 七月一号确诊人数一周内增幅高达近百分之五十八 超过七成民众希望公共运输重新强制戴口罩 由于Omicron亚变种BA4和BA5开始在法国境内扩散 政府也出面呼吁民众保持警戒 避免暑假期间出现医疗饱和 记者综合报道 澳洲雪梨外海一艘货轮因为在南部海域抛锚失去动力 目前只能够在海上漂流 当地已经试着调度着拖船要试图救援 透过直升机的空拍画面 你可以看到这艘船有21名的船员在货轮 那么在海中漂流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两天雪梨是下暴雨 海上不佳 拖船试图想要靠近 想要来拖船 防止海浪推向岸边撞上椒岩 但是目前还在救援当中 希望可以赶快完成 而另外是伊斯兰教的年度盛世 麦加朝圣7月7号到12号登场 这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睽違两年再度举办 到时候是有条件的在开放 只要接种过完整的疫苗 外国的穆斯林都可以参加 那么杀国当局也预估 参加人数这一回可达到100万人 好 我们持续就要来掌握的是 现在俄罗斯有宣布一个重大战果 表示成功拿下了乌东卢干斯克州的 西利昌斯克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一谷 已经向普丁禀报说有这样的成绩 另外俄军距离目标拿下了整个乌东 也算是更往前一步 另外是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了 他就在昨天晚间有发表谈话 表示撤退真的是万不得已 也誓言未来会夺回尸土 俄军插上国旗庆祝拿下 利息昌斯克 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则表示 撤退是为了挽救死守的乌军 利息昌斯克是乌军在 卢干斯克州的最后据点 如今落入俄军之首 意味着俄罗斯距离控制乌东全区 又更进一步 除了乌东 俄军也对南方黑海城市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展开轰炸 残酷行为引来西方踏伐 想透过制裁孤立消灭俄罗斯 但法国总统马克宏认为 这样对和平没有帮助 马控表示 应该把重心放在原屋 而非抗俄 立场偏袒俄国 让泽伦斯基心灰意冷 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受访表示 俄战争可能会以三种方式结束 第一是俄罗斯就此停守 夺下乌东顿巴斯地区 和南部黑海城市 第二是将俄军彻底赶出乌克兰 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第三则是乌克兰与西方合作 让局势回到开战前的状态 季辛吉也表示 泽伦斯基也接受这个框架 有人认为三种结果 都没有惩罚到普丁 季辛吉则表示 北约顺利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 就是最好的惩罚 记者蔡新城报道 好来掌握的是 澳洲东南部连续三天 架上好大雨 大雪 上次这个雪梨地区 大雪梨地区已经有多处 地方都已经淹水跟积水了 水利当局也是在三号的时候 有特别下令 要疏散三万多名的居民 而阿尔巴尔斯山的部分山区 也是受到了像这样子 破纪录的高危影响 目前有冰川崩落等等的灾情产生 在刚才得知有六人不幸死亡 八人受重伤 而目前持续的周园工作 还在如火如荼进行 伤亡人数随时有可能再增加 城镇变成一片汪洋 房屋全泡水中 加油站招牌高度 只剩三分之一 游乐园更只看得到摩天轮 救难人员出动救生艇 在升级大腿的水中艰难前进 给抛锚的车辆做上记号 其中也有动物受困 救难人员出动小船 将马匹安全送回主人身边 澳洲东南部连续三天 遭到强风豪雨袭击 不只沿岸强风把海上泡沫垂上岸 但雪梨多处淹水 部分地区累积雨量高达350毫米 是年降雨量的一半 问在雪梨西郊的瓦拉干巴大坝 也在三号泄洪 澳洲最近面临极端气候 许多地区已经是三个月以来 第四次淹水 澳洲暴雨也造成海巷不佳 葡萄汹涌 一辆香港货轮在雪梨南方海域失去动力 当局派出拖船把货轮拖到较靠近岸边的位置 并在天气稳定后派出直升机 救援船上21名船员 除此之外 气候变迁也造成阿尔卑斯山的 马尔莫拉达山的冰船崩落 目前已知多人死伤 还有十多人下落不明 因此死伤人数还有可能会再攀升 最近意大利受到热让侵袭 这几天冰船最高温度高达摄氏10度 救援部门发言人指出 这已经属于极端高温 很明显不是属于正常现象 并担心冰川还会进一步崩塌 记得较远总和报导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污化器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